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我已使你成为快持打凉的新器具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五节 一条值五块钱的钢铁 如果做成体铁可以卖十块钱 如果做成细针可以卖三百五十块 如果做成小刀可以卖三万两千块 如果做成钟表上的发条 可以卖二十五万块钱 但是一条钢铁要值这么多钱 必须经过多少锻炼 钢铁越经锻炼锤打火烧琢磨越是值钱 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愿这个比喻 能帮助我们沉默 能帮助我们沉默 安静坚韧 受苦受得最多的人 常常是结果 结得最多的人 因为我们的苦难 能叫神得到荣耀 叫人得到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